台灣有第三條路 台灣已經面臨一個 可見的危險 危機反而變成獨裁更嚴重的因素 危機不是形成團結人民的力量 這個才是一個我們最大的危機 台灣現在面臨這個危機 弄到這個關鍵 民進黨怎麼應應 賴清人說 台灣沒有統獨問題啊 蛤 這不是神經病嗎 我們的第三條路 呼籲兩件事 第一個 我們要學習以色列的精神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東方瑞士 我們希望台灣變成一個 呼籲的中立國 台灣有第三條路 我們要跳出來 推動整個台灣改造的第三條路 各位 台灣現在的危機關鍵在什麼地方 問題的根源在什麼地方 問題的根源 就是因為中共不接受兩岸現在 現況 兩國 永續化 他不准許中華民國繼續存在啊 中華民國繼續存在 對他就是一個威脅 所以 武統台灣的根源 就是不讓中華民國繼續存在 大家有認清楚這個事實嗎 為什麼台灣不能夠團結 去年 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我就一再地呼籲 蔡總統應該召開國事會議 要凝聚全民的共識 台灣已經面臨一個可見的威脅了 去年 我們一再地會議 一定要再開 召開國事會議 凝聚全民的共識 提出保護台灣的對策 可是 一年多了 這個政府沒有召開 任何一個 凝聚全民共識的會議 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候 不做這樣處理 過去三年 面臨這麼多的新冠會議 有召開過一次 全國性大家形成共識 防止整個 新冠會議的 SOP的共識會議嗎 沒有 指揮中心講了算 危機反而變成獨裁更嚴重的因素 危機不是形成團結人民的力量 這個才是一個我們最大的危機 偉大的歷史學家湯恩比 在他的歷史研究裡面提過 挑戰與因應 挑戰 有可能讓一個民族魅亡 讓一個國家魅亡 可是挑戰也很可能 因為因應得當 一個小國變成一個偉大的國家 我們看到歷史上非常有名的 亞歷山大 那麼怎麼樣從一個很小的國家 統一希臘半島 同時打到 打倒歷史上第一個 超級大國 阿契美尼德帝國 那就是亞歷山大一個小國 那麼在一個大國的挑戰威脅下 那麼讓整個在希臘形成的民族體制 共和體制凌聚起來 打倒了一個超級帝國 歷史就是怎麼正確地面對歷史 因應這個挑戰 然後讓整個國家 找到一個發展的契機 台灣正是處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困難是團結大家的時候 可是我們沒有召開一個會議 因為這個政府不想凝聚共識 我們看看兩天前阿扁總統 跑去總統五層請 為了掃黑的問題 黑道的問題 搞到阿扁總統要跑到總統五層請 因為說見不到蔡英文 也見不到賴清德 要見賴清德 也沒有辦法 這個政府 光是一個掃黑就可以逼到 四分之一的人 未來永遠喪失他的參選權 這就是現在的政府的溝通 那麼台灣現在面臨這個危機 碰到這個關鍵 民進黨怎麼因應賴清德說 台灣沒有統獨問題啊 這不是神經病嗎 台灣沒有統獨問題 台灣沒有統獨問題啊 那我們要和平保台啊 拿鮮花保台嗎 那麼台灣要怎麼來面對這個現實 那麼這就是今天我站在這裡很重要的原因 台灣到底有沒有共識 台灣人有共識嗎 台灣人對於現況其實是有共識的 這幾年大家吵來吵去 其實台灣人有很大的共識 大家都確認 台灣現況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稱叫中華民國 那麼台灣這個名稱 因為很容易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 跟PRC的China混淆 所以在全世界那麼大家都自動改為台灣 所以台灣變得通稱 所以中華民國跟台灣是一體兩面 現在我們還在吵中華民國啊 這個台灣不是啊 這個台灣又否定中華民國天天在吵這個 很無聊 因為其實一體兩面 這就是施明德講過的中華民國式的台獨 中華民國式的台獨 各位 這樣的一個很清楚的功能 結果大家吵來吵去 那麼為什麼會吵來吵去 因為我們領導者並沒有坐下來 形成大家的共識 所以這個吵這個是很無聊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面臨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挑戰 你不保護台灣 一瞬間可能就垮了 這個保全協會來這邊 謝謝謝謝 你不保護台灣一下就垮了 所以台灣有這個共識 但這個共識裡面有一個新的狀況發生 因為現在老共是連你中華民國都 不想讓你存在了 你還吵 他連中華民國都不讓你存在 這個時候當然是一個團結的機會 為什麼 蔡英文總統你不召開各黨各派 大家來談怎麼保護台灣呢 現在有哪一個敢說 那我們再來改成這個台灣共和國 這不可能嘛 隱信都沒有打 人家就要打你了 你還自己點一個隱信 自己引爆自己 所以這個台灣是有共識的 那在這個有共識的情況下 怎麼強化台灣的自我防衛 所以坦白講 台灣要認清楚 我們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 台灣的問題 不是台灣自己的問題 也不是兩岸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是一個國際的問題 台海的航運是一個國際的利益 是一個國際貿易之序的一個共同利益的一環 台海戰爭的爆發是象徵著 那麼這個全球的航道 那麼將被納為中共的內海 各位 各國當然有權力來關注這個問題 就兩天前我們外交部長說 這個台灣如果被打的時候 他不指望其他國家來參與 這個對嗎 這誤導世界 也誤導中共 所以台灣是一個國際的問題 而且台海的戰爭 不是只有台海的戰爭 美國不會介入嗎 美國介入是必然的 不可逃避的 所以台海的戰爭 我們必然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我們要看清楚 這是一個會引爆世界的大戰的 一個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所以我們必須要說 世界也面臨一個十字路口 不是只有台灣走在十字路口 世界也面臨一個十字路口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面臨的不是短暫的課題 如果中國大陸 繼續維持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 各位想想看 這個不是短期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這可能幾十年的問題 那麼怎麼樣來面臨這個 長期這樣的一個戰爭的威脅 如果沒有一套處理方式 是整個未來的經濟也會受到影響的 會影響投資 所以我們必須要正視這個課題 它所具有的重大影響性 所以我必須要跟大家報告 這是一個國際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守護台灣 不是一個孤立的以卵即使的 而是一個捍衛台灣的民主 而是一個跟世界和平息息相關的一個課題 所以既然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我們提出的第三條路 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那這長期的問題要解決怎麼樣 就必須要去讓整個中國大陸 要朝向民主化 我們看到香港的問題 寫造成的 習近平造成的 烏克蘭自行寫造成的 普丁造成的 都是獨裁者造成的 如果繼續維持獨裁體制 世界大戰必然發生 必然發生 所以我們在這裡必須要很清楚的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那麼讓中國大陸 朝向民主化 台灣的戰爭危險 台灣的戰爭危險 不會消失 會繼續存在 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 也必然會發生 所以我們要提出的 所謂第三條道路 就是要很清楚的宣誓 推動中國民主化 絕對是一個必要走的道路 也是台灣在全世界任何國家 都沒有台灣的影響力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同文同種 中華文化的背景 正是我們影響中國大陸 最有利的因素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讓台灣建構一個更民主的國家 一個更具有福利軍戶的國家 那麼這就是我們要提的 所以我們的第三條路 呼籲兩件事 第一個我們要學習以色列的精神 以色列全民皆兵啊 以色列可以 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以色列在那麼強大的阿拉伯國家 都能夠生存 為什麼台灣不可以 那麼以色列全民皆兵之外 以色列把國防科技 當作是一個創新的 以色列的現在科技這麼強 有很多來自於他的國防創新 台灣有這麼多的高科技人才 有這麼多的IT半導體資訊界的人才 這些人有沒有被整納進去 整個台海防衛戰呢 沒有 各位台灣 跟曹先生講的什麼30萬的愛鄉神射手 300萬的黑熊勇士 靶場也沒有 槍也沒有 到時候要拿刀子來保衛台灣了 拿菜刀保衛台灣了 所以台灣要實施全民皆兵 而且要學習 烏克蘭2014 成立的國土防衛隊 還有後輩的民兵 各位想想看 幾天前 美國的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做過一次兵推 在那次兵推會有七八萬的共軍登陸 各位想想看 如果現在不準備七八萬個工兵的共軍登陸 台灣會死多少人 所以這個已經是一個刻不容緩 賴清德講的和平保台 能保台嗎 這個人繼續當 如果當總統的話 能保台嗎 一定要有決心 學習以色列的精神 這個就是我們認為台灣人必須要的決心 對不對 對 各位 可是大家會懷疑 台灣人這麼怕死敢嗎 以色列有宗教的鄰居 台灣有嗎 各位想想看 如果讓大家更清楚的了解 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台灣在這裡的守護 是可以促使中國的民族化 可以讓整個世界避滿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在這裡扮演的角色 是一個神聖的世界和平的角色 我相信很多年輕人是有理想的 他也看到這個理想 我們要把台灣的當兵 當作是一個新創 當作是一個創意 我們這麼多的高科技人才 怎麼樣投入台海的高科技防衛戰 那麼我們國防的預算有多少 如果能夠投入在我們台灣的高科技防衛戰 對整個台灣的半導體資訊 相關的產業也會是一個提升的好機會 所以自主國防高科技人才的投入 對台灣的就業跟產業升級 也是一個契機 那麼同時台灣要建立一個更具有民主典範的國家 所以我們會提到說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東方瑞士 過去大家在談 我們要建立一個東方瑞士 都講得好像是大家覺得是台獨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談的是人民 那麼在我的參選聲明裡面 各位看到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瑞士呢 那麼瑞士的這個國民所得多少 九萬六千三百九十萬美金 台灣才差不多三萬左右 那麼瑞士的國民所得是台灣的三倍 它的人口八百八十一 它的面積跟台灣差不多 那麼瑞士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台灣我們的高科技我們認為很強 我們難道沒有機會嗎 所以瑞士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學習的典範 所以如果台灣能夠朝向改革維新 這個就是我們成立台灣維新的目的 所以如果像現在那麼這樣的一個傲慢獨裁的政治體制 我們沒辦法團結人民 不只是沒辦法團結人民 台灣的整個國家的發展也面臨一個瓶頸 沒有辦法再提升 所以我們推動台灣維新 就是希望能夠把整個台灣的民主體制 真正建立一個民主國家 如果一個民主的國家有需要讓阿扁 那麼跑到總統府去陳情 總統也不見他 秘書長也不見他 副秘書長也不見他 是變成這樣的一個社會嗎 如果是這樣的社會不改革 整個國家會進步嗎 所以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台灣維新運動 來推動整個台灣社會的團結 那麼台灣的社會的團結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必須要讓人民過得幸福 瑞士我們當作一個學習的目標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瑞士就是一個中立國 我們希望台灣變成一個富裕的中立國 大家贊成嗎 台灣變成一個富裕的瑞士 像瑞士一樣的東方的瑞士 一個民主的富裕的國家 而且 那麼這個是一個中立的國家 那麼這個就是很多人期待的 我們不要扮演一個戰爭的一個引爆點 我們希望是一個扮演的是一個和平的橋樑 那這個和平的橋樑 我們必須要具備那個說服力 可是現在的台灣絕對沒有說服力的 我們的執政黨這麼傲慢 連對自己以前的總統都是這種態度 所以我們學習瑞士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經濟要怎麼發展 各位台灣就是一個過度集權的體制 集權集積的體制 那麼這個集權集積的體制 讓整個台灣陷入發展的瓶頸 地方的瓶頸 還有政府管渡過制 你看管渡過制到阿扁就要走街頭 那麼我們認為台灣應該學習瑞士的聯邦制 那麼瑞士有26個邦 台灣現在6都13個縣3個市3個省下市 台灣把現在的6都13個縣6個省下市 直接就變成都 讓他們有完整的裁員 自己的科稅裁員 讓他們有完整的權限 讓我們22個都相互競爭 相互競爭 那麼瑞士能夠有這麼高的經濟成果 其實跟他的 能不能他是一個聯邦制 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有26個州 2740個基礎的地方自治體 而且每一個州自己有憲法 那麼自己管法院 還有自己的大選 所以台灣學習以色列 學習瑞士的聯邦制 對整個台灣未來的經濟蓬勃發展 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那麼這幾年 游英農也在提倡聯邦制 那麼他對聯邦制是用美國這個例子 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瑞士更是一個值得台灣學習的一個目標